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Gampong Baru Site B, Sikinjang Sikinjang是马来西亚选南俄州的一个小镇 是位于一个沿海的一个地区 Sikinjang本身呢,它有分为一个Site A和一个Site B 都是这样的一个区分呢,都是以那个地理和那个历史的那个因素 而把它区分掉,有A和B Site A呢,就是以其那个生机蓬勃的那个稻田和那个农业活动而闻名 而Site B呢,则是以那个鱼村和海鲜业而闻名 而把它区分为Site A跟Site B呢 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可以更好的在管理这个地区的那个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所以这里呢,都是以那个鱼村与海鲜闻名 所以来到这里呢,要找出素食呢,其实是真的有点难度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呢,找到一个素食店呢 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以便让我们可以品尝到当地的一个素食的那个特色的一个美食 这就是竹心素食馆,也就是我们此来的一个目的地 进到来呢,就被这两幅壁块而吸引 而这边呢,还是有着那种很传统的那种玻璃的百叶窗 这种可以自由收放的那种传统的那种百叶窗 当我们就算是收起来,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到那个户外的那个风景景色 一览无遗 采光很好,所以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干净利落的那种鱼村的那个感觉的一个餐厅 有着一种非常简朴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方这里呢,就应该是它的那个厨房 这种传统的那种建筑呢,感觉上是蛮大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那个烹煮那个面食的一个地方 嗯,这里是卖着的一个炒米粉 一些炸树鱼和一些小吃类的,比如说一些饼干 传统的一个道地的饼干 然后这里呢,卖着的就是炸菜饭 这种咖喱感觉到不一样哦 有点像那个鱼村的那种咖喱 不懂是不是那个心理作用 是一个炸菜咖喱 这边呢,就是像一个卤豆腐 这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炸菇 鲍鱼菇 然后这边呢,就是他们的那个酸菜 这是酸甜的那个豆腐 一些马铃薯 Dembe 还有一些富足 包括这些的是那个肠豆 很像是那种家庭式的那种 这家里叶,煎炸成的那个马铃薯 这里是他们的那个煮面区 有的他们那些准备的一些配料 这是什么呢,打开来看一看 哇,是那种焖煮过后的冬菇 这种切丝炸出来的白萝卜 特别特别的香 这应该是咖喱面的那个佐料 还有这些纸菜 这就是炸过的那些脆饼 嗯,到现在为止都可以感受到那种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里呢,就是有着他们的那些热食跟这里的一个果汁 凉茶,玉米水,饭食流,honey lemon等 每一天都有煮一些不一样的那个菜式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但星期五不见了 星期六,星期日就是咖喱面跟卤面 星期五没有了的? 星期二没有 星期五是什么? 星期五是java面 哦,星期五是java面啊 这个少了一个星期五哦 给人家扒掉 给人家扒掉 这个才是对的,给我纠正了一下 星期二是休息的 星期五是java面 就是那么可爱的一个老板娘 我开了这边啊 这边我开了就七八年了哦 嗯 为什么会开啊 因为我第一次出来的第一份工就是做素食了 就是做素食了 啊,因为以前给人家打工嘛 啊,打工到后面就自己做咯 所以那样很奇怪 这是跟这样这里开素食的东西 啊 因为这是雨春嘛 啊 啊 什么原因之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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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哦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哦 因为我想到我第一份工作素食哦 就习惯,好像习惯了就啊就坐下去了咯 啊 不是没有什么 我这里是出名是什么 啊 我这边啊 我这边啊 出名啊 是没有什么出名的 因为我们经济的哦 怎样讲出名呢 但是这个是 你还在手工面呢 手工面啊 有啦 我们手工面啊 但是我们煮菜啊 好像煮姜牙那些 材料那些 这边没很喜欢的哦 我们是 哦 姜牙 我煮姜牙这些 他们很喜欢的哦 又有煮嚼处啊 你们有做肚脚吗 嗯 有 平时是这一带的那个居民来吃吗 你们这里 啊 外博客也有啦 是 外博客也有啦 过路客 他们过路客也是来我这边吃啊 过路就是那种旅客来吃 啊 旅客咯 啊 对啦 对啦 啊 会 啊 我这边客还蛮多一下啦 OK 除以十五呢 除以十五更多咯 更多咯 还对咯 哇 还对啊 还对 排到外面 啊 排长龙的 好 谢谢 OK 从叹花中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老板娘 他们的那个不止地方纯朴 人也是很纯朴 这样活的才会很开心 不要小看那么简单的那种炸鲍鱼 要把它炸的酥脆跟内嫩呢 是有功夫的 这个是他们这里的一个咖喱面 而且颜色看起来呢 跟外面真的有一点的那个不同 这绝对是有惊喜的 这绝对是有惊喜的 他的这个汤头呢 甜中呢 也带咸的 而且他那个甜呢 不是来自于那一种 椰浆味的那种甜和带了一些他的那个 猴煮出来的那种清甜感 然后呢 有点偏咸 手工面呢 不只是只有那种 Q弹感 而且还很滑口的 就有大量的那种香茅味 也配上了一些少许的那种黄姜的黄姜味 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配料 他不是拿来煮到很熟烂的那种蔬菜 所以吃起来呢 那个蔬菜还有那个脆口感 这真的不错 当然少不了的 一定要叫的这里的一个卤面 跟刚才有点不一样 这里配上的就是一些香菇啊 冬菇啊 还有大量的那种白萝卜丝 那种白萝卜丝的那种香 融合在这个汤头里面 然后当然 我们也叫的是他的手工面 因为他手工面实在好吃 这个怎么来说呢 他这一个卤面呢 除了那种卤的那种卤香 也是有点带咸的 比较偏 咸带咸的那种煮法呢 应该是是说 偏向于那种沿海地区 他们煮的那一个方式了 更贴切的来说呢 这种这样的一个熬煮法 尤其在卤面上呢 就有点偏向像那种药材 面的那种煮法 然后 当然配上了 折醋呢 整个的那个口感 就不一样了 有种像是那种 鱼村味道的一个露面 这是清汤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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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叫了一个清汤版面 有两种 一种是粗面 当然吃起来口感 就更加的那个扎实 跟弹口 然后另一个呢 我们叫的是手工面的 就是这一个了 有别于条状的呢 这种撕灭出来的呢 它的口感呢 就更加的那一个不同层次 因为有厚有薄 配料稍微有一少许的不一样 然后呢 重点就是在于 它的那一个汤头呢 也是有点偏咸的 就是海岛味道的那一个面 再配上一杯浓浓的那个咖啡 如果时间在允许的话 可以再跟老板娘 亲切的老板娘 再跟她谈谈天 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乐趣 Skinjang呢 这个小镇呢 是以其美丽的那个稻田 而这个Side B呢 就是那个丰富的那个 海鲜鱼那一个渔村而闻名 当然呢 Skinjang本身呢 也有许多的那个景点 和那个活动 无论是像信尚美景 还是呢 探索 这当地的一个文化 Skinjang呢 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目的地 更可贵的呢 在这里可以发现呢 素食呢 已经可以 配搭出一些本土的 那一个 烹饪法 而配搭出了各种令人惊艳的口味和质感 Skinjang的稻田呢 都有其独特的那个魅力和吸引力 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跟祝福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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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